好 同学们 这一讲呢 咱们承接着春秋来介绍一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 咱们知道这个春秋呢是截止于公元前的四七六年 战国呢就起于这个公元前的四七五年 好 那么一直要到公元前的二二一年结束 因为在这年情统一了六国 完成了这个大一统 好 那么战国这漫长的几百年间啊 可以说用两个词就能概括啊 第一个呢 就是战争 第二个呢 是改革 好 咱们先来聊聊这战争啊 也就是说啊 这春秋时候发动的这些战争啊 基本上都不讲究什么仁义道德的这个义 因为按照儒家的这个说法呢 这个义战啊 一定是上伐下 也就是周天子打你们诸侯国 那叫义战 或者你们诸侯国为了维护这个周天子的权威打的那个也叫义战 但如果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 你们也都不叫义战 但如果你用今天的视角再去看啊 把这春秋时期的战争和这个战国时期的战争再比较一下的话 你发现 哎呦 春秋时候那个 简直就是讲礼冒到不行不行的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举例的啊 那么春秋时候打仗啊 是非常讲究这个礼节的啊 我们知道那时候是有礼乐制度的这一套的成文的制度来约束 所以那时候打仗啊 各种礼仪非常繁腐 我给大家举例的 比如说洪水之战啊 这是宋与楚之间的一场战争 我们之前讲到啊 有春秋五八当中有一霸叫宋湘公 哎 在他任上的时候呢 跟楚国之间打了这么一仗啊 叫洪水之战 在打之前啊 这楚国人呢 需要先渡过河啊 过河之后啊 然后呢 摆开阵势 两军呢 才开始打啊 可当时啊 其实就有人跟着湘公提议说 哎呀 要不咱们利用他啊 这个对立还没摆好的时候 咱们就打他 好不好 结果宋湘公说什么 你这样打 太没礼貌了 哈哈 也就是你太没有礼貌了啊 你怎么能这样呢 不鼓不出战 也就是说 我如果对方不击鼓的话啊 咱们两方没摆好这个阵列的话 我坚决不打啊 因为这样怎么样 太不讲礼貌了啊 当然你今天听起来你觉得这个太迂腐了是吧 但这其实还是轻的啊 哎 其实春秋前期啊 很多的战争啊 比这个还要更夸张 你比如说 那时候两国之间开战啊 甭管这个两边的兵员有多少 那么一旦要真打起来的时候啊 一定是要按同等数量的这个人员来出战啊 当然那时候打仗的其实是以车胜为单位的啊 就一胜车 两胜车 三胜车 以这样的一个作战单元来打 也就是说 如果A国出了一百胜车 B国呢 你也得出一百胜 哪怕你有一千胜 你不能围攻人家 因为这样怎么样 不强礼貌啊 而且这一百胜车和一百胜车之间打的时候呢 还得认清对方 也就是要分清楚你打的是哪一胜啊 就这边这一百个 跟那那一百个 都要一一对应好 那么对应好之后啊 只有这两胜车之间才可以互相打 而你不能怎么样 你不能突然两个去打一个 因为这样也没有礼貌 所以那时候才会有一个成语叫做 捉盾厮杀 就你必须认清楚你到底要跟谁打 于是这一百胜和那一百胜怎么样 然后就对冲起来 而且还得看清楚你要跟谁去打 看来那时候要静视眼 你还没法上战场 是吧 如果这样的话 打完了最后发现我这边剩余的这个 车胜数量要比你多 那意味着我怎么样 我就赢了 但有的时候对面也会逃跑 我们这边当然也会追 但注意了 其实追本身就不太礼貌 但是架不住这剩了 总想往前跑一跑 可以追 但是最多只能追五十步 也就是你追到五十步的时候 你能不能追了 不能追了啊 就到五十步 所以后边才会有一成语叫 五十步笑百步 其实这个也跟当时这个 战争的规则有关系 因为跑够了五十步 你其实就可以停下来了 因为对方不会再抓你做战俘 很有意思吧 同时还有就是老者不能当战俘 当然说怎么判断老者呢 长白头发就算 其实我就有白头发 所以如果以我这一年纪 我去打仗的话 会占老大的便宜 就是无论到最后 哪边胜哪边办 我都不可能成为战俘 哪怕被抓起来 一看我有白头发 哪怕就只有一根 您回去了 您是老人 很有意思吧 所以春秋时期是这么大的 而且那时候大家注意了 打仗的人一定都是贵族 所以才会有战士 武士这样的叫法 是因为最小的作战单元 它也就是贵族当中的 最底层的士 老百姓是不能上战场的 当然有些特殊情况 就干嘛呢 你给这个战场上的兵员 运送物资 或者是给人家做饭 也就是服劳役 这些人可以用平民 但是真正打仗的怎么样 必须是是以上 所以这一点大家注意的是 春秋时期战争的特点 当然到了春秋后期怎么样 战争的形势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早期其实打来打去 即使是我赢了 无非就是 你跑到我面前 叫我一声大哥 比如七桓公 开个会 说来 你们把我叫大哥 就行了 这事就算过去了 可到了春秋后期怎么样 可就以兼并为目的了 我要的不是你的那声大哥 我要的是你的命 所以那个时候的战争性质 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是土地兼并的战争 所以到了战国一开篇的时候 那么其实也就剩下了 这样七个大的诸侯国 分别是齐 楚 燕 韩 赵 魏 秦 这里边这个韩 赵 魏 大家听着可能不太熟 是因为这三家 瓜分了之前我们讲过的晋国 晋国在晋文宫的时候 搞了一改革 叫三军六亲制 结果这六亲后来 逐渐的就把持了大权 这六亲当中 后来又有三亲 那么逐渐的把其他各亲 都给灭掉了 于是这三家就把晋国给瓜分了 形成了后边的韩国 赵国和魏国 应该说正是晋国的分裂 给秦国提供了一个 非常好的统一的契机 因为在这之前 秦晋两国应该说实力相当 长期其实是一个互相制衡的状态 虽然历史上有成语叫秦晋之好 但实际上这两国之间 持续百年都是一种战略制衡的状态 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想拿下其他六国也没那么容易 中间还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间 而且更关键的是 人家秦国人自己搞了非常重要的一项改革 那就是商鞅变法 我们知道其实在商鞅变法之前 这个吴企 李亏都曾经在其他诸侯国也搞过变法 但最终被这个强大的封建保守势力 其实就是那些旧贵族 他们的阻挠之下没有成功 但是秦国咱们之前聊过 他其实本来这个营姓就是养马的平民出身 所以他的那个贵族体系就没有其他诸侯国那么等级森严 所以这个改革的阻力其实本来就相对较小 再加上当时秦孝公也是一位铁腕君王 所以在他的大力支持之下 商鞅来到秦国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变法 这个时间大概是从公元前的356年开始 那商鞅为了进行这个变法 我们知道还有一成语叫立木为信 也就是立大木桩子 然后谁能把它从南门抬到北门 我就给你重金悬赏 于是重金之下比我勇夫嘛 然后把这个木桩子抬过去 果然就亏他十两黄金 那么于是怎么样 就建立了诚信 然后之后一切的改革措施 当然首先第一点就是干嘛呢 建立限制 我们知道在这之前诸侯下边还有清大夫 清大夫下边还有氏 所以他这个管理体制是逐层下风的 而这个商鞅变法的时候呢 实际上就是要架空这些清大夫的权利 也就是说直接由诸侯来任命各个地方长官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把权利给集中到了这个秦王的手中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是废除景田制 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啊 其实从商周时期就开始实行这个景田制 所谓景田制呢 其实就把这个田母啊 画成一格一格的 从形状上看来特别像一个景字 所以得名景田制 但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由天子来统一对全国的土地进行划分 划分之后呢 我分给是不是各个诸侯国 但注意了 名义上这些田产 可都还是归我周天子所有的 你们只是什么 你们只是我的代理人 你帮我代为去管理 你征收这个功夫当中 是不是还有一部分是要提供给我周王室的呀 所以这个景田制呢 名义上讲 它其实是国家公有的土地 但是到了这个商鞅变法的时候 怎么样呢 把这个土地给私有化了 这里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 在那之前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 你当然不能卖了 对吧 这时候不一样了 你这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其实也就意味着 这土地就会面临着一个兼并的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中 有财力的人是不是逐渐的就会获得更多的土地 但是有财力的人也意味着 他有更大的能力去开垦这个土地 所以其实它的本质啊 是为了鼓励农业生产 而同时呢 商鞅还奖励这个耕织 也就是织布等等的手工业啊 也是被大力提倡的 哎 这样的话呢 在秦国的范围内啊 这个土地耕种啊 就大规模的推广开了 很多之前无人管理的这个荒地 也得到了有效的耕种 所以它的粮食产量怎么样 哎 就马上就上升起来了 同时呢 它还抑制商业发展 实际上反过来 还是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 因为在那个历史时期啊 这个粮食生产 是保障国力的 最根本的一个战略物资 好 这是第二大方面 那么第三大方面呢 就是奖励军功啊 废除这个是清是露的制度啊 听这名字你就知道 也就是说之前呢 哎 这些贵族体系都是怎么样的 哎 世袭制的 对吧 哎 我爷爷或者我祖爷爷啊 特牛啊 于是呢 我跟着他一直在沾光啊 到我儿子呢 也还是享受荣华富贵 这个阶层怎么样 哎 是固化的 上扬干了一件事 干嘛呀 奖励军功 什么意思啊 就是依靠在军事作战当中啊 这些军人 你取得了什么样的战绩 哎 我定额的给你配置什么样的功劳 比如说啊 你可能拿下了十个人头啊 那我就赠你一个十户侯 如果你拿下了一百个人头啊 我就赠你一百户侯 当然这个不严谨啊 我们只是以此为例 那这样的话 你想啊 这军队的战斗力怎么样 马上就提高了啊 所以为什么在战国的后期 我们把秦国的这个军队叫做虎狼之师啊 因为在这个秦军的眼里 这其他国家的这些军队 这简直就是他们家地里的大白菜啊 是不是 哎呦 我收割一人头 我就能获得一点军功 我就有希望变成 是不是更高级的贵族啊 所以用今天一时髦话讲啊 在他们眼里 那满眼都是KPI啊 也就是全部都是绩效 我拿一个人头 我就能赚多少钱 拿一个人头 我就能赚多少钱 所以他的这个战斗力 就得到了非常显著的提升 同时呢 也使得整个的阶层被打破 是可以上下的流通了 所以这点啊 极大的促进了秦国的这个战斗力 当然你反过来 听那些旧有的大贵族们 想一想 这事怎么样 也严重的侵犯了他的利益 于是这帮人怎么样 对于商鞅那是恨之入骨啊 但是因为秦孝公在位 没办法 大家呢 只能忍着 可是这孝公怎么样 总有他驾帮那天 结果这秦孝公一死 这秦惠文王一上来 怎么样 这商鞅一下子失去了这根顶梁柱 然后呢 这些大贵族就开始反攻倒算 这中间呢 商鞅其实还逃跑过 但是就被这秦军又给抓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心里做何感想 被自己改革的虎狼知识给抓了回来 最后处以车列之行 非常残酷 就无码分尸 可见这帮贵族们 真是把他给横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 因为这个变法改革非常的彻底 已经不可能再挽回了 所以商鞅变法的这个变法的效果 还是得到了贯彻 这就为秦帝国 能统一六国 奠定了最为重要的这样一个基础 当然除了变法之外 秦国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 大型的措施和工程 比如说水利工程 这边我们就要介绍两项 到今天可能大家都很熟的 一个就是当时秦国蜀郡的郡守 李宾父子所主持修建的 都江燕 大家听这个名字 叫都江燕 注意了 它可不是坝 如果是土字旁上加一个被 那个是蓝水用的坝 而这个燕呢 它的本质是一个倒水工程 就是疏倒水情的一个工程 所以名为燕 那么到这儿大家要意识到了 这个都江燕 它的根本目的呢 是为了疏倒江水 也就是根据这个水情的高低变化 我有效的对你进行分流或者河流 结果这都江燕一建成之后啊 整个成都的这个水患 就变成了水利 于是整个成都平原 就成为当时秦国最重要的一个粮仓 被誉为天府之国 这是不是到今天 这天府之国 都是成都平原的一个代称啊 你可见啊 这都江燕功劳之大 除了这个成都平原的都江燕之外啊 其实当时在关中平原 还有一项水利工程 叫做郑国渠 为什么叫这么一名啊 是因为当时是由 韩国的一位水利工程师 郑国主持修建的 而且据说这郑国啊 是韩国派到秦国的一特务啊 当然说到这儿 这韩国可不是今天咱们熟悉的那个韩国啊 不是Semida韩国啊 是那个时候我们讲的战国七雄当中那位韩国啊 那么当时因为他离秦国很近啊 他一直担心秦国把它给尖闭掉 所以呢 希望让郑国到秦国去修建一个大型水利工程 用于耗尽这个秦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但是啊 我们说这个韩国案还是太短式了啊 就是你就不想想 他一旦修成了 他的价值该有多大啊 果不其然 等到这项三百余里的郑国渠修建完成之后 一下子 关中平原也变成了什么 良田卧野 这一下子秦国等于手里有了两大粮仓 那综合国力呢 就瞬间又提升了一个level啊 好 那到这儿啊 咱们也对这一部分呢 做一个小结 首先在战国时期啊 出现了七个大国啊 史称战国七雄 分别是 齐 楚 燕 韩 赵 魏 秦 那在这当中 秦国启用商鞅进行变法 大概在公元前的356年啊 由商鞅推行 首先建立宪制 废除景田制 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同时呢 鼓励耕支 还有奖励军工 这样的话呢 是秦国的国力就大为增强 为以后统一全国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同时在秦国还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 代表性的有都江燕 啊 这都江燕呢 是在公元前的256年 由秦国的蜀俊俊手 礼兵主持修建 它是一座综合性的水利枢纽 有防洪灌溉水运 等多方面的作用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成都平原成为了千里卧野 也被称为天府之国 在2200多年以来啊 都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啊 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刚才我介绍给大家的 郑国渠 也使得关中平原 成为了当时秦国第二大量仓 好 作詞・作曲 李宗盛